行车记录器画面中可以看到 开R86的公车司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他用尽力气把车开到路边停好后就昏倒 车上的乘客都平安无事 司机也被送医治疗 当时驾驶身体状况觉得不是的时候 就赶快紧急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撑到最后一刻 车停好之后才晕倒 后来乘客发现说车子怎么没有在动的时候 前去查看 发现司机已经昏倒在驾驶座上面 赶快通报119警方跟消防队到场处理 然后就送医急救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